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電腸 剛我在後台啊 Joy在想小洋哥 你怎麼臉色那麼差 是不是便當太難吃了 你也知道這些年來 便當 不會 我覺得今天還OK啊 OK什麼 你看一下那個菜色 那個菜色 那個是一個是值80塊的菜色嗎 不知道中間要A了多少 你怎麼那麼生氣啊 我聽人家講說 你當那什麼幕後助理的時候 也是這樣A來A去 然後弄到一個通話街的房子啊 不只買房子我還換車 哇 那有什麼好生氣的 不是 我氣的不是這個嘛 你氣什麼 我是氣他錢沒有分我嘛 不是這樣子講的啦 做人要端正一點好不好 不要再A人家錢了 好不容易弄個瀏海給我吹成這樣 對 以後我們那個舒嬅姐姐 不用認真幫他吹頭髮了 OK 好 我們今天要聊的是什麼 那我們今天要聊的是 其實很多人啊 他看起來表情兇惡 有點恐怖 不想要靠近他 其實人家內心是人很好的耶 應該都沒有在這裡吧 哇 你怎麼講這麼好聽話 尤其第一排超兇惡的 好 那我先來歡迎 我們今天的藝人代表了 面無表情 只是外表 內心狂野 熱情爆表 歡迎 喂 當然對面呢 遠看看是人模人樣 靜看好像沒心啦 喂 我們的聯合國型男歡迎 歡迎 今天聯合國代表們 就要來分享 外國人天生臉臭超嚴肅 但內心真實想法讓人超級要 其實說真的啦 說一個人 人家講說什麼 看一個人 你不要只看他的外表嘛 讀一本書 你也不能只讀他的封面嘛 封面 從又難相處呢 那很好發揮的一集嘛 對不對 對 非常好發揮的一集 非常好發揮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真的 其實 美國人真的很恐怖 蛤 美國人有臉很臭嗎 我跟你講 因為我有一次 我剛對你去美國嘛 是 然後呢 就是說因為美國人基本上就是很壯 而且黑人很恐怖 然後呢 我有天去那個潮市 對 美國也有白人啊 對 他是黑一點看起來比較兇 OK 然後呢 我們就是那個排隊嘛 結帳的時候 聽到聲音 我叫他什麼東西啊 就是超市有火機 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就是那個電影跟一個白人 電影是黑人的女性喔 然後那個客人是白人 跟那個加斯汀一樣很瘦那種的 然後那個就是突然喔 那個 黑人 白人 看到說 Don't touch me Don't touch me Don't touch me 然後結果那個黑人的電影說 No Begol耶 蛤 那麼可怕 你是透過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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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直接到那個拉斯貝克那裡 怎麼可能 真的啦 一拳超人 然後呢 我看我看 哇塞 美國的黑人的力量好大 很壯 比我大自然 對 他們真的是很高壯 然後呢 就是那一天晚上 就是我有點是怕怕 然後就是我 那一天是住在那個 Durie家 而且家裡成員又很多 對… 但是呢 Durie的家人就是 對我非常善良 就是對我非常開心 非常謝謝他們 但是那一天… 哇 你這樣凹凹的回來喔 那一天晚上 我就是二樓在睡覺嘛 然後Durie還在好像樓下 然後聽到 又開始吵架的聲音 又吵架 然後那個好像Durie跟他的姊姊 欸 姊姊超生氣 所以我就說偷偷聽他們的講話 她說 Why you eat my Hagen-Durie 喔 怎麼可能 他們家應該是買杜老爺吧 沒有嘛 是Hagen-Durie 有氣的 音響很深刻 然後Durie說 可能他姓杜耶 Durie說 抱歉 因為我很害怕 No! I kill us Shut up 嚇死了 你們家是很大是不是 嚇死 他們家很大耶 他們家的門狗有回車到 你知道嗎 那就其實有可言 他講故事他剛好模仿 然後偏偏又是他最不會的語言 我今天有聽到你說什麼 他就是吃 杜麗吃掉姊姊的那個小葉 他很生氣 對 杜麗 你很難得沒有任何反抗 沒有 因為我就 就真的吃了嗎 冰淇淋好吃啊 就很少有機會可以在美國吃冰淇淋啊 但是你們全家真的都講話是這樣子的嗎 沒有 他講話很像一隻雞 那你模仿一下姊姊都是怎麼樣跟你聊天的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你不應該吃我的冰淇淋 誰說你去冷淇淋 對啊 就是這樣 不一樣 你好會模仿黑人講話哦 他就是黑人 不一樣 可是說真的啦 杜麗的眼睛真的很可怕 我眼睛 杜麗的眼睛 杜麗的眼睛 他就是來我家玩桌遊嘛 然後那時候杜麗就有來我們家 嗯 然後那時候 杜麗就是 杜麗就開始哭了 然後現在要躲他 然後一直抱著媽媽在那邊說 杜麗肚子裡面有恐龍 為什麼 什麼意思 我們本來就是覺得 像說 應該是就是因為杜麗大嘛 所以杜麗裡面有恐龍 對 後來我們才發現 他想要表達的 是杜麗就跟恐龍一樣可怕 哦 因為那時候杜麗就比較就是 他就是有一點怕恐龍啊 然後就是杜麗那麼大一隻 然後就是很害怕 所以就說杜麗的杜麗裡面有恐龍 可是後來 他開始就是喜歡上這些就是 恐龍啊 跟那些研究 然後現在就是完全就愛上杜麗了 所以杜麗跟恐龍是同類型 不是 現在每天都是在家裡說 好想杜麗 杜麗叔叔在哪裡啊 好想跟杜麗玩 合理啦 因為一般小孩看到包青天 也是會怕啊 對啊 而且很生氣 他的月亮放在哪裡啊 喂 不要這樣子 黑人就是說 就是因為那個嘻哈的文化 特別是我們男生拍照就是 不能稍微微笑 如果你笑的時候你會覺得 但是你看就是這樣 但是我發現很多台灣女藝人 也是這樣子 可能是第一次跟我上節目啊 魯王他們說 不好意思我先跟你說對不起啊 因為我剛才講你 我希望你沒有那麼的生氣 我想說我根本沒有生氣 你但是這樣說 但是我看你的眼睛好大好恐怖啊 張勳也是受害者啊 你是沒看過黑人生氣嗎 其實我是有看過杜麗真的生氣的樣子 之前 對 對 因為之前我跟孟多前輩 還有杜麗就一起出外景 然後就是那時候有一個是 就是我們要去 他要踢那個鬍子 他對鬍子超敏感的 然後那個圖子就是好像踢錯了 他不滿意 他一整天超生氣 不是開玩笑的 他是真的生氣 然後一直跟我說 阿倫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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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 阿倫諾什麼 你不要這樣子 那一次我跟你說 沒有一個人在 沒有一個人在現場 看過我真的生氣的那樣子 但是這一次我真的有一點不開心 因為他們都說 我很會 我會修鬍子 什麼的 我很會啊 OK啦 OK我相信他 結果我去踢的時候 他踢得很亂七八糟 那你又知道 我現在 我只有我這個鬍子 可以看嗎 那你把我這個鬍子剪掉 我也沒有頭髮 你趕快把我的美毛也剪掉 好不好 這樣能看嗎 滿合理的 合理 也是 也是 可是他最珍惜的一部分 不可以這樣子嗎 想到他在氣 老髮的部分 我要控制我覺得 日本人 日本人都很兇 超難相助 所以日本人 雖然看起來也都是好像很有禮貌 禮真的 可是事實上我就有遇過 我覺得非常不禮貌的事情 因為之前 結果反而我很愛去日本玩 那那個 日本的話 因為他們計程車實在太貴了 所以可以的話 都盡量要搭他們的地鐵 這樣 然後有一次就不小心 玩到太晚了 要趕他們的末班地鐵這樣 然後末班地鐵就很多人 而且 大家都很趕很趕走 超快很像失速列車這樣子 然後我就也很緊張 跟著一直走一直走 然後日本的那個地鐵站 偏偏又比較多樓梯 就是他們不像台灣捷運 有很多手扶梯 所以你就是要趕快走樓梯這樣 對 然後結果我就真的很趕很趕走 然後結果後面就有一個人 就是 結果我就直接從樓梯上跌下去 蛤 很痛 因為我跌下去腳還歪到 然後那個痛是 我就是整個臉淚都流出來這樣子 結果我就跌在那邊 沒有人要理我耶 完全沒有人來扶我 而且經過的人還折我 就是 折得很大聲 覺得我擋路 擋到他們趕那個電車的路 然後我就想說也太沒禮貌了吧 怎麼會這樣子 很少會碰到這樣的狀況 夢多你撞他是因為什麼 因為看他不順眼啊 是 沒有 不是我 我跟你講啦 就是這個是那個 每次都回到100次 是不是在東京 對 在東京 這個是一個情況嘛 東京人真的很冷漠 就是以前也是 我就看到 因為他們真的很忙 然後你看不懂啊 就是有兩個終點 那個最後一班的那個電車嘛 對不對 就很多人嘛 他們也擠著過去 然後呢 你這是是不是有點喘 就是因為用跑的嘛 對不對 對 用跑的 然後可能賺你的人 不知道直接走了嘛 他就直接走了 對嘛 那就是往上嘛 你穿得漂亮亮亮的是 在那邊跌倒 什麼啊 以為我們是先臉跳 什麼啊 先流不敢碰 你剛才說是明昏算了 對啊 不是 不是 因為日本就是 而且是應該是 葛武吉林那邊 就是很多那個 就是喝醉酒的啊 就是有的沒有的 怕有麻煩 你自己想像 漂亮的女生在那個 那個捷運車站裡面 第二個 不敢救 我是痛到哭耶 眼淚都流起來了 你看 你看 怎麼會這樣子啊 什麼變態啊 感覺真的很像仙人跳耶 對不對 對 眼淚你還被水死 你腦子有爆破你 就是我們覺得仙人跳 所以就不敢碰 我是覺得 韓國人 韓國人講話很大聲 本來大家就知道了 是 但我覺得韓國人 我不曉得為什麼 他們其實 明明就內心很熱情 但其實表現出來 都要很兇 臉都要撲克臉 像尤其是聽到 對耶 尤其是聽到英文的時候 阿俊文啊 對 我在那個韓國 跟我妹去吃飯 在首爾 然後我們隨便 找一家小店進去吃燒肉 然後看起來裡面 是沒有觀光客的 他就一個家庭式的 然後老闆也就是一個大叔 然後我跟我妹走進去就說 Excuse me Dinner ok 他就 對 對 對 就指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說 你說他突然在學狗叫嗎 對 然後我們就想說 好好好 那自己就走進去做了 然後我們要點菜的時候 那老闆也很兇 那兩個菜單又那種 互備就這樣丟過來 對 就丟過來 然後我跟我妹講說完蛋了 我們也 看不懂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 我妹就用那個Google 在那邊掃描 要翻譯的 他也不來跟我們講話 但真的要烤的時候呢 我跟我妹就在那邊亂烤一通 因為他有很多醬料什麼 自己在那邊亂烤一通 然後那個老闆就在那邊 一邊看電視 然後一邊偷瞄我們 一邊看一邊偷瞄我們 然後看到我們 烤不對的地方 然後他就會走過來 嗯 不對 他就跟我們講說不對 他就幫我們烤 烤一烤以後 他又坐回去 然後跟我妹也吃一吃 他就這樣偷看我們 過一下他又又走過來說 這個東西我在幫你們烤 就他其實心裡面 很關心我們 這個東西做得對不對 烤得久不久 但他其實就是一臉很兇 然後這樣 然後就讓我們覺得 其實老闆 你可以這樣友善一點 對 還有在那個我在那個 行沙洞坐計程車的時候也是 一坐上去 醫生說 不好意思 你可以說英文嗎 然後那個司機也是 秒變狼狗 沒有 沒有 然後我就會這樣說 講話小型 真的很兇 糟糕 你是不是真的以為 那裡面都是私宿列車 對 不是 我就覺得 很兇啊 很兇啊 我就想說奇怪在搜尔 你這輛車司機會講英文 應該很正常 為什麼不跟我講英文 然後後來因為我要去的地方 是一個文青賣衣服的小店 然後他那一整棟樓都是 有點結合展覽 然後賣衣服的地方 他就在比較偏僻的巷子裡面 然後我就一直跟他講說我要去 然後那個司機就 把我的手機拿過去以後 看了一下他可能搜尋用 韓國的韓文 他自己搜尋了以後 他就一路上就不跟他講 就不跟我講話了 然後就越開越開 就越到小巷子 然後我就一直問他說 好可怕 然後他也 他也不講話 然後就這樣開開開開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 我就看我自己的手機 其實已經快到了 對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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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Here 然後他就 No 然後繼續開我想 欸 怎麼辦 禁於你的美色 對 然後我想說怎麼辦 然後在那邊繞繞繞 誰會禁於 我說謊了 我想一定是這個原因 不是 不是 不可能 對 然後最後呢 又再包包繞了十幾分鐘 他最後很堅持的要帶我到那個小巷子裡面 那家店門口 他才放我下來 很親切啊 對 然後放我下來之後呢 好親切的 我就走上那個階梯 回頭看他 他還等在那邊 他是把那個車窗搖下來 他就跟我講 叫我進去 趕快離開韓國 不是 他叫我進到店裡面 然後我進去以後 然後他才跟我比一個這樣子 他就窗戶搭起來 他才開走 然後我才知道 他是要看我走進去 那個是我對的地方 然後他才開走 然後他其實 可是變成我們在互相疊對疊 他才擔心我 可是我怕他對我怎麼樣 他又擔心我 他就這樣子 但他其實可以你知道 也是語氣再好一點 我就不會這麼害怕 真的 因為我們聽不懂嘛 緊張 因為重點是韓國就很愛面子 然後如果你跟我講英文 然後我就聽不懂的話 我會自尊心很傷 然後通常的時候 我們不會給你表情的 因為我們給你表情 笑一笑到他 他繼續跟我聊天 你是用臭臉來結束這個話題 就是啊 他一直跟我講英文 我就這樣看他 然後他就自然而然 不跟我聊天 對 因為如果我給他表情 然後他又一直用英文跟我聊天 然後我也沒辦法回應他 因為我不會英文 對啊 我碰過一個滿好玩的 就是我去韓國玩那個 漢真木 他就是不知道幫你刷背 洗澡那種有沒有 對 你就付了錢就走進去 反正也就是都是阿嬤嘛 然後你就是用 也是很簡單的英文跟他講嘛 然後就去了他 因為其實就是女生的澡堂嘛 都脫光光了 那就躺在那邊 然後躺在那邊 這邊這樣 弄一弄突然 拍那個鐵板 超大力 然後整個嚇醒 然後他就說 然後我就 翻面 對 本來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翻面對不對 然後你就自己這樣 對 自己 而且是裸體的狀態喔 翻過來之後 我就覺得自己很像一隻死掉的豬肉 然後就刷背 刷刷 然後我就看他 好 我就又醒了 好不然要睡著 又醒來 他這樣 然後又指他的腋下 然後我想說 腋下 腋下什麼意思 然後他就 又指另外一邊腋下 然後我就很害怕 然後我就跟一個阿嬤嘛 兩個裸體互看這樣 然後我說 我不知道 結果他就說 他就說腋下也要刷 對 他就是全身都要刷乾淨 所以他就會把臭的地方都講出來 就全部都要刷這樣 但是我覺得那個阿嬤有給你面子 怎麼說 因為他是太床對不對 對 如果我們拿著他 真的啊 然後我們要叫轉人 我自己覺得 瑞典人非常難相處 我自己覺得 因為像我之前 在唸成功大學的時候 我們搬了一堂課 我們所有搬 全部去那個 香港去上課嘛 然後那時候 我就是要跟這個瑞典人一起住 我們住了四天 四天三夜這樣子 嗯 然後想說就是因為 就是我們兩個都是外國朋友 也要一起住 是不是我要稍微跟他聊天一下 對 然後就說 就問他一些簡單的問題 就說 你來台灣多久 我用英文問他 因為瑞典人英文都很強 講英文 對 他說你多久在台灣 就這麼短 就結束了 然後想說 好 那我再想一下 那你覺得台灣 你覺得我們台灣怎麼樣 他說 OK啊 怎麼 還是要英文 就這樣子就結束囉 會不會是不想跟你聊 我也怎麼覺得 但是不可能是這樣子 你看我這麼好 這麼好聊天的一個人有沒有 對啊 我想說就是 繼續問他一些問題 他每一個問題 都是用最簡單的方式 一個單子 這樣子回答我 但是後來我發現 其實不是我的問題 他對所有的人 都是這麼的冷漠 就是很難相處的這種人 那像瑪丁也是一樣 剛認識他的時候 我覺得很難相處 那慢慢的跟他認識了之後 我覺得 真的很難相處 就是還 不好相處 其實還OK 但是如果你講到一些東西 他真的會超級生氣 如果你開始跟他聊一些 對 或是你跟他講了一個非常 讓他非常敏感的一個東西 白富翁 白富翁 大富翁 大富翁 那個左右 你跟他聊座友 為什麼會生氣 這個人會發光 就變成很誇張 你會不想要再跟他聊天 這麼可怕 真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大富翁有什麼好生氣呢 為什麼要可以跳舞呢 你確定你要現在來到 沒有 我不想要來這個 我不要聊這個 但是 為什麼要那麼冷淡呢 人家這麼熱情 對 應該是 就是我們瑞典人 是真的滿冷漠的 然後像我老婆也常常就叫我說 是就是 聚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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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瑞典應該電視台沒有談話性節目 對啊 對 就會變成 真的沒有 我們今天歡迎浩如 浩如最近在忙什麼 還好 對 好 結束 這怎麼做節目啊 對啊 太可怕了吧 我在大學的時候 有一個來自烏克蘭的研究 留學生 然後我認識他的之前 我真的以為東歐的那個是科班印象 他們有兇的那個表情 但是 是真的 因為認識 認識他之後 他就是 他的表情 我們比方說 他是會踢球嗎 我們都踢球 踢給我 他就是這樣 就是想殺手 好顏色喔 好 我踢給你 好 謝謝 就是 做什麼 他的表情就是如此 真的很可怕 但是他是 其實 後來他是變我的好朋友 當我的好朋友 但是有很多好的東西 因為 比方說嘛 我們去酒吧 然後他 因為 英國人其實 你知道嗎 很愛在酒吧 喝酒 跟打架 但是他在你身邊 沒有任何人想跟你打架 因為他真的是 他們以為他是 動物殺手那樣的 他的表情超兇的 殺手 然後去 那個上廁所的時候 人就讓他查對 就是 有人排隊要進去 怎麼可能 他們就說 拜託 拜託 謝謝 拜託 拜託 不要打架 就是這樣 然後那個在巴泰 點酒的時候 還是一樣 他就一舉手 要點酒的時候 沒有人舉手 他們就 他是第一名 他是第一名 我是第一名 你是第一名 好 給你 他其實很兇 對 但是跟他當朋友 一直都沒有那個安全感 因為我真的是覺得 他動不動 就想要殺我 對 你知道烏克蘭人 他們出生的時候沒有聲音 被罵 出生的時候 不是有 出生的聲音就是 小寶寶就是這樣 好兇 因為我 柯博文跟我妹妹是好朋友 然後呢 我在生第二胎的時候 我妹妹跟柯博文 有一起來醫院看我 柯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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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你妹跟柯博文 柯博文是朋友 我還Optimus Prime 然後呢 然後那時候我還在醫院 我剛生完小孩 那時候我訪客 如果來看一個產婦跟小寶寶 訪客都是什麼 很開心的對不對 都說 哇 你還好嗎 小寶寶好可愛喔 然後蔡博文來的時候 我抱著我那個嬰兒 蔡博文就在那個窗 那個簾子外面就這樣子 好可怕 這麼冷 好可怕 她要吃嬰兒 然後我妹就走進來 我妹就說 然後我妹就一直在用那個 相機幫我照啊 然後小嬰兒啊 然後我妹就說 你身體恢復了嗎 然後我心裡想說 這個人到底站在門外在幹嘛啊 遠遠的冷笑 欸 那不然 那不然我要幹嘛 要啊 小寶寶 我要在幹嘛 不是 這才是正常啊 因為通常 因為通常一個新生兒 然後跟一個產婦 你會說 你會慰問一下 沒有 我說 身體還好嗎 就這樣 你看 好可愛喔 然後我後來就一直罵我妹說 你帶這個人來幹嘛 看了就討厭 你很開心的 對著攝影機 笑一下給我們看好嗎 我不是壞人 開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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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容 其實像我一個朋友 就是俄羅斯人 然後他也是這樣 就是我們平常聊天的時候 就開開心心的嘛 一拍照照片拿起來嘛 就是不能笑 拍照比較笑嗎 對 我一開始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想說 就是我們 我也覺得是刻板印象 然後我們聊天的時候 也是都笑得很開心 對啊 而且有時候拍照你很不想笑 也要笑 對啊 我們平常都會笑嘛 但是一拿起來 他真的是完全不笑 後來我就忍不住 我就問他說 就是這是你的風格還是什麼 他就說其實在俄羅斯 他們這邊的文化就是這樣子 一般人呢 是不能隨便笑 你隨便笑 大家會覺得你很像 就是很笨蛋這樣子 什麼 沒有 我覺得這個只有亞洲男生 才會要這樣子拍照的時候 對啊 也會 也會 沒有到那麼誇張好不好 你看一個人這樣做 我們是微笑好不好 我們只有微笑 對啊 我會笑成這樣 是外國人拍照真的滿不愛笑的 他們比較喜歡耍褲 或者是性感 女生 對 我剛出國的時候 念書跟同學拍照 拍照 你知道我們亞洲人真的很喜歡比夜 對 然後就這樣耶 這樣然後他們是毫無聲音 我想說連夜這個聲音 或起司都沒有 我就轉過去看 你知道他們在幹嘛 他們這樣 一二三 好性感 真的 好性感 沒有人這樣 好像不小心 跑到鏡頭裡面的那種人耶 對 然後旁邊每個人都這樣 這樣子啊 對 因為長小熊會不討喜 遇過哪些讓人哭笑不得的狀況呢 我有一次啊 因為基本上我是就是 超級無敵好人 但是呢就是 什麼 有嗎 但是 有喔 我都是心很善良的 但是有一次 三年前 你是不是很想被罵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 有一次拍戲啊 因為那個我的拍戲的角色就是 永遠的壞人 對 就是然後呢 因為真人真是搬上螢幕 嗯 而且那個時候演那個 日本的 俊仁 我也要殺台灣人的那個角色 唉唷 然後說我在 我在就是人真的事件 那個 對 對嘛 我是投入這個感情嘛 所以我看腳本 快開始拍的時候在外面 我是一個人 好可怕 那那個時候 就一個粉絲跑過來 唉夢多我要給你拍照 我說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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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下來 當什麼白眼啊 是本軍人 還是發瘋的軍人 你給 給我 給我五分鐘 給我五分鐘 然後呢 就是要開拍嘛 我就 我就開始演 然後說 那個粉絲耶 他去哪裡啊 就回家 唉呀 就是有感的是他趕時間 結果 那一天馬上 被那個爆料公司在上面說 摸得很兇 刷大牌 欸 爆料公司會這樣寫你 沒有就是那個女生 今天 對 有這麼誇張 然後就是摸米奇 沒有好幾個人 對啊 她現在很大牌 刷大牌很兇 欸我什麼時候兇到欸 誰什麼 不是 對啊 對 假裝說真的 我什麼時候大牌啊 對啊 我是小咖欸 奇怪 原來他在意的是這一點 對啊 可是你演戲的嘛 那不是你的錯 我吃虧好幾次 是因為我自己的天然的表情 就是 冷漠的 我沒有 我不是動不動就笑的 我聽到笑那個很好的笑 很好笑的事情 我就會笑 一下 就自然地變 笑一下而已 表情又會來 就是對 但是我之前是 我剛開始上大學的時候 我找到很好的工作 在那個Disney Shop Disney店 是很棒的 因為它的實心是八塊 八塊銀棒 我第一天去的時候 主管就是給我一個 像 Goofy的 高飛的那個 那個 西裝啊 一個帽子 沒有面罩 只是給我 給我帽子 然後因為我知道那邊的點員 都是很好笑 都愛唱歌 聽到什麼Disney歌都開始唱 對 還會跳舞 我不是這樣 所以我開始在那邊工作的時候 我覺得 那我的工作的責任是什麼 他說 你就是幫客人 就是他們要找什麼貨 就是幫他們找推薦 如果他們是看這個東西 推薦比較貴一點的那樣 OK 簡單了 但是第一天做的 不到中午 已經兩次主管跟我說 你怎麼了嗎 我說 沒有沒有 沒有怎麼了嗎 他說 OK 第二次他就說 你怎麼了 你到底怎麼了 我說沒有怎麼了 是因為我的表情嗎 然後我第二天 就是看起來很像一個很兇的高飛 對 是高飛 剛遇到不好的事情的高飛 對 然後第二天去上的時候 他是說 你上次不夠認真 所以覺得今天會多看你 你的表情是不是比較開心 比較親切 我說 是這個問題嗎 所以我就是 一整天就是假裝很 那個很開心的 就是這樣 好可怕 你需要辦法嗎 不是嚇到嗎 好 我幫你找 誰上 會把上下搖都露出來 對啊 這個打折把舞折 好 而且你臉好像多婚居 就是因為 因為我一整天是這樣 我六點下班的時候 我的臉好傷痛 就是想有人打我 就是不要不要 這是兩天後才好 然後我下禮拜六 我去的時候 一樣就是一整天假裝 你需要什麼 然後那個下班的時候 老闆兒主管跟我說 你應該是 我們已經討論好 我跟老闆 你不用第十次來 還可以不用繼續做 被開除了 不行了 不行了 就不適合這家店 是因為我的表情 我的臉其實沒有很兇 對 你只是看起來一直都很 好像搞不清楚狀況 對 搞不清楚 我都是很 就滿天真的那種臉 其實沒有什麼很兇的那種 但是我平常都是我的性格 是比較開朗一點 就是比較常笑之類 但是我之前去工作 但有的時候去工作的時候 會很累就沒有表情嘛 不可能每天都就是 啊啊啊啊啊 這樣笑啊 也不是白癡嘛 然後那時候我去那個 他在嗆我們嗎 不是不是不是 我們的工作就是笑 不是啊 剛剛就是嗆我們 什麼意思 難道拍廣告不笑嗎 對 不是白癡嘛 然後就是 就是我中午吃晚飯 然後就休息 然後就是滑一滑休息 然後就是想要休息 就是這樣 休息一下嘛 然後就是我這樣休息而已啊 然後就是中午時間還沒過完 然後我的那個主管哥哥 就打給我說 你可不可以找我一下 你到底有什麼不滿 然後我說沒有啊 我只是累 他跟我說 你不要什麼 逃避這個話題 你實話實說 但我內心說 我真的沒有 我現在好想回去休息 你不要一直找我聊天 然後最後還是要找一個名 就是主題要跟他聊 才會結局 然後我說啊 對我們剛剛吃午餐 我覺得哥哥 剛剛午餐不好吃 硬講一個理由 因為才會結束這個話題 台灣人因為真的很熱情 所以我覺得臭臉對我來講 有一點好處 就是搭乘任何交通工具 都比較不會被打擾 譬如說那個捷運站 人家都說 中校復興站很擠 我都沒有發覺 我不管六點五點七點 人超擁擠的時候 我這樣往前走過去 前面的人看到我都會這樣 自動散開 對 就是一種 真人迴避的概念 分紅海 我只要直直的往前走 前面就會讓開一條路 那我想問 我坐在那位置上面 我坐著這樣子 我旁邊是空的 人家看一下 會直接移到另外一邊去坐 都會來坐我這邊 然後像何宇文最近不是很困擾 因為他一直坐計程車 然後建設司機都一直找他合唱 所以讓我們來唱歌 可是我坐計程車 從來沒有司機 就是敢跟我聊天啊 講話什麼的 因為我朋友就常常跟我說 我們好討厭搭小黃喔 很多司機很愛聊天什麼 尤其是正志熱啊什麼的時候 我說怎麼會我超愛搭的 然後後來有一次 我後來有一次 為什麼會發覺是我自己的問題 是因為有一次有一個節目 那時候發我們跟空姐上節目 然後在後台就有空姐在化妝 然後就我跟別的藝人在聊天 然後就有藝人又在聊到說 你會不會覺得搭飛機真的很困擾 如果我們那個藝人被認出來 然後那空姐又要找我們照相 我真的覺得很煩耶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不會耶 我從來沒有被認出來過啊 我說我都一路睡覺睡到底耶 我說大概是我太沒有名氣了吧 然後那空姐在化妝後轉過來說 不是 蛤 那時候我們沒有一個人 敢過去跟你講話 真的啊 我們只敢就是在你按燈的時候說 你有什麼服務嗎 他說我們連楊小姐就是認出來 我們都不敢這樣 不敢說 對 我搭那個交通工具都很順暢 對 我覺得臭臉的好處就是 不會被插隊 因為我之前有一次跟朋友去遊樂園玩 然後要排那遊樂設施真的很久 那我中間我就說 我去上一下廁所這樣子 然後去上廁所 一回來我想說 奇怪前面怎麼多了六個不認識的 就是原本不是排在前面 那我就問我朋友說 怎麼多六個人 他說就沒辦法 他們就鑽進來說 他們朋友在我們前面 他說他們朋友要一起坐這樣 然後他說他有好聲好氣跟他說 不好意思這樣不太好耶 可是他說他們還是插進來了 我說好吧 就也沒辦法 因為就已經在前面 不然要怎麼樣了 我想說那也沒辦法 就站一站 又來了四個人 然後又站到前面 然後就說 朋友朋友 又要插到我們前面 然後這時候我就非常的不舒服 然後我就 我其實也沒有特別 我不是對他們講 我只是對著我朋友說 真的也太沒水準了吧 是有多愛插隊 有多想玩 然後我就是 我就這樣 我就怎麼是對朋友講 沒有特別大聲 他們前面就聽到 然後這樣轉頭看我 他們轉頭看我 因為我真的也不開心 然後我就這樣回看 然後就沒有表情 然後他們就說 對不起 就去後面 就去後面 還跟你道歉喔 還跟我道歉 然後原本就 原本只有四個 那新來的四個去後面 然後那六個 就是後面來的六個又看 然後我也這樣回看 然後他們就也默默地說 那我們一起好了 哇 你才是夜問 你一個打十個耶 超強的 今天少了十個人好開心喔 真的好適耶 全陽就是一直都笑笑的 好像反而都不會碰到 這樣的狀況 其實沒有耶 我其實從小都一直受到 這個臭臉困擾 你也有嗎 對 因為我臉就是看起來比較嚴肅 像因為我以前小時候 我學校是聚校 然後在聚校 聚校就是戲曲學院 我以為是很大的學校 對 然後因為我們學校 學長制很嚴重 所以我們都會被集合 那集合的時候 你就會很緊張嗎 不知道該怎麼辦這樣子 然後學長就說 你現在這表情是怎麼樣 你現在是不爽我們是不是 我們集合你不行 這麼恐怖 對 然後到後來的時候 我也沒辦法 我之後集合我變成這樣 喔 雙存法則 對 我真的太害怕 後來學長就說 對嘛 你這個笑容就對了 你這樣子以後就不會被集合 後來才知道說 其實我一直以來就是會被這個臉 誤會 會被他誤會 臭臉這件事情 可是入行之後應該就還好了啦 就知道都 都是笑笑的 對 然後江萱就會說 你看白痴 不是白痴喔 你一直被罵耶 奇怪耶 因為江萱真的有一種很不屑的表情 好討人厭喔 他自己才看起來 什麼都搞不清楚狀況的樣子 我跟老婆小孩去一個餐廳 一個拉麵店那樣子 然後他們 因為他們先到那邊 然後我後面再到那邊 然後那時候 我到的時候啊 他就是對一點那種不開心的 他說他們的餐已經等了快四十分鐘 然後四十幾分鐘 然後都還沒有上來 然後他們只有就是飲料而已 然後他說他剛十分鐘前 已經有跟他們翻譯過了 所以我想說 喔 已經跟他們翻譯過了 那應該就還好吧 對 但是我想要喝一杯啤酒 所以我就是開始瞄一下 哪裡有人啊 然後看到櫃桃那邊 就是有一個人在收音台 在那裡按東西啊 然後我就想說 還沒有舉手啊 我什麼就是看到他 然後跟他對到眼 然後對到眼 不到那種三秒鐘 他就開始轉身了 然後就進去廚房啊 然後那個 欸 那個七號的點了什麼 你們做了嗎 啊 什麼還沒有做 欸你們 然後開始罵得很大聲 然後連個整個餐廳都聽到 他們就是在罵廚房 那個東西到底在那邊 現在馬上給我開始做 然後連安東都在那邊說 欸 那個阿姨在罵人啊 什麼的 然後一直都是在那邊講 然後後來就是 他們就是上來啊什麼的 然後就是就OK了啊 然後他們還送什麼小菜啊 然後我的啤酒啊 對啊 然後我就 然後老婆就一直都跟我說 就是你看你這個臉 就真的很有效啊 然後我到時候就是 我只是想要點一杯啤酒而已啊 我什麼翻譯都沒有想要跟他做啊 但是就 有時候有那種臉是 反而會比較有效 滿吃香的啦 有的時候可以獲得一些 有時候醜臉是超好用 特別是像我這種 又高又壯又醜 壯嗎 我覺得他一眼就壯了 對 那這樣 像我上 兩個禮拜前 我就開車去嘉義玩嘛 然後去 Check in飯店了嘛 然後就Check in的時候 我就拿我的房卡有沒有 然後就很客氣啊 謝謝 然後就去八樓 上去的時候我發現 我的門卡沒辦法用 我怎麼用都不行 不能進去房間 然後說說 有可能是 他不小心給我錯的房卡 或是幹嘛 然後就下去 有派對啊 然後大家乖在那邊等等 說不好意思 你有這麼笑容洋溢 有有 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我就是一開始就變成稍微 習慣了 太晚一點的 說不好意思 我的這個房卡 可能是有什麼問題啊 或是幹嘛 我不能 他說是這樣的 然後就用電腦再幫我弄一次 然後就拿那個 謝謝 然後就又上去了 我怎麼弄 門都不打開 然後想說 好 我就拿著我的行李 又拖下去 從八樓到一樓 又去排隊 對 然後就這樣子講 對 到了那個櫃檯 我說不好意思 我已經上去了一次 你不是說你幫我弄好了嗎 他說 是這樣子 我再幫你弄一次 又幫我弄 我又上去了 我有什麼 又沒辦法進去房間 天啊 這還值得生氣 這個時候 我有拿著我的行李下去 好恐怖喔 然後就這樣子 走路就是有點這樣 跺腳 對 然後後來那個經理看到我 然後他說 不好意思 肚子裡有發生什麼問題嗎 他說 我已經上去了兩三次耶 每一次都是這個問題 到底是怎樣 他說 那經理就去櫃檯那邊 幫我弄了 後來我們上去是不同房間 他幫我 有進去 謝謝 幫我弄好了 進去了 洗澡什麼 過了沒多久 叮咚 打開了門 經理拿出來一盤水果 哇 他說這個送你 不好意思 還有兩張晚餐的卷 他說明天晚上 就是靠我們飯店來的 哇 這麼好喔 你看 所以就是又說 我就是一直專門去 最重力就是去各大飯店 這樣鬧事的人 對啊 其實門都打得開 故意 不是 那個就是門 其實根本就打得開 不是我的問題 門真的沒辦法打開 不過其實大家都已經在台灣 住一段時間 相信也都有看到 我們在戲劇上面都有八點檔 都會有台語劇的部分嘛 然後我們剛剛就在想說 說不定他們有這種壞人臉 也可以演一演八點檔講台語的 所以我們給他們 一人一句台語的台詞 讓他們來練習一下 有沒有辦法能往壞人路線發展 那就請我們對面的三位藝人 來幫我們投票一下囉 沒問題 好 從夢多開始 你要進入情緒喔 燈燈 什麼 什麼 你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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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李柔 李柔 李柔大哥 李柔有像 把我點去 有像李柔 給我閉嘴 好... 這是一個 侯大利翁來啊 收到的 我還以為你要唱阿妹的歌耶 好大利翁來 拜託我會愛 整個也很不行耶 你還跳 這個可以吧 很可愛 好大利翁來 可以 收到的 收到的 對 我沒感覺他輸的感覺 這個比剛剛標準 有標準 比前面兩個標準 但是會害怕嗎 還好 因為就長得太帥 跟前兩個比的話 對 什麼意思 你不會害怕 演得很好 對 對 蛤 走開啦 你 走開什麼 我也不是白癡啊 我也是一百元的關係 不然你用韓文來講 對 應該要更好 對 你給我小心一點的意思 對...韓文 等一下 到哪裡了 有啊 好像就有耶 好像是女人的問題 有 好奇怪喔 泰博文試一下 好 來東歐殺手各位 不要走 林北大家 等一下 他在講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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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句還滿恐怖的 第二句怎麼爆笑 就回來說 好我待會兒再回來 下一位湯姆士 你是來看三小朋友啊 什麼... 怎麼都覺得好笑 怎麼都有點弱智 一點都不兇啊 應該是語言的問題吧 陳揚你是聚校的 你可不可以教他們一下啊 但是我剛剛覺得 原本我原本以為會是 蔡博文看起來會最兇 對 結果反而看表情上 就是因為我們有時候演戲 不能管語言 其實戲才是重點 我覺得是 杜力嗎 他那個眼睛一瞪大 我覺得 就覺得很恐怖 我也會是杜力 我也覺得杜力是表情最兇的 像大家的長相 這次東西是沒辦法改變 但氣色是可以靠後天去改變 對 像我之前就是有遇過一樣 狀況就是一樣 就是一開始我以為是臉臭 就是有一次有 我一個很晚收工的時候 對 然後呢就是附近我就看到 有兩個女生在那邊洗洗素素 我想說大概是認出來這樣 我就說哈囉 就是要拍照嘛這樣子 然後呢 他們就說好啊 很開心這樣 那我們就想 那我們到光亮一點的地方拍照 那一到光亮的地方 他們突然態度就變了 然後就說 那個 就是如果你不想拍的話 我們也沒有硬要拍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我已經 就是我覺得我很nice 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來拍照嘛 後來就沒想太多 那因為我一般都比粉絲高 所以說我就會說 那我來自拍好了 就前進頭一打開 我真的是嚇到 氣色很差這樣子 因為那陣子就是 太累了 對 熬夜拍戲很可怕這樣子 對 我趕快就給他們說 開美機 就是開美顏這樣子 後來我就覺得 就是這件事情 讓我一直覺得很難過 就是不應該這樣 因為我們畢竟我們是 演員 藝人 應該是要 氣色很好 對 那後來我就是 也是問很多藝人 結果發現大家都有在吃 膠原蛋白 對 然後後來我的經紀人 就幫我買了一罐 就這個 膠原錠 這個牌子很棒 對 那像這個也是 對 日本原裝進口 但是現在在台灣就可以買得到 而且大家都知道 就是要維持好的氣色 膠原蛋白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要補充維生素C 可以促進膠原蛋白的形成 裡面還有B2 B6 B1 讓你維持皮膚健康 然後正常代謝 然後因為像它這個是 魚的膠原蛋白 所以說它就是吃起來 它是沒有味道的 而且它是小分子 所以就非常好吸收 是 OK 而且是小顆粒的嘛 大家有吃嗎 有 他們手上都有 杜莉不要吃太多喔 杜莉 杜莉 你的 這不是吃飽的喔 像我常常熬夜拍戲嘛 所以說那個氣色差 我媽最知道 但她之前都會給我就是 膠原蛋白粉 但因為大家知道 膠原蛋白粉有一個味道 魚腥味 對 它有一個那個味道比較重 而且還要 那個混在飲料裡面 對 你還要得泡啊 或什麼的 對 還要泡 就是會比較麻煩 那像這個就是隨身 你待在身上 你隨時 因為健康食品就是這樣嘛 你必須得要一直記得吃 很多人說忘記 所以說你就要一直補充 一直補充 而且我覺得它很小 可是很好吞 就是一下就吞進去了 對 那可是除了這個之外 為了改善臉色 還有什麼方法呢 你知道我的女朋友很喜歡用橄欖油 我是椰子油 可是問題在哪裡 你知道每次睡覺前 她就會翻 然後就擦擦在臉上 OK 但是你知道每次我們去睡覺的時候 我要跟她 可是都黏黏的 會這樣 然後我比較喜歡早上用 早上也擦一擦 然後我期末都出去上班 然後到公司 你就有一些脈衣在我的臉上 就是全部都黑的啊 對 都是黑的 我之前教英文的時候啊 就是特別是第一次碰到小朋友 有一些那個秘書可能會跟我說 對 妳不好意思 因為妳眼睛太大 小朋友會覺得有點可怕 嚇到 那妳就這樣上課啊 這樣怎麼上課啊 對啊 要怎麼上課 學生都看不到了 白板也看不到了 對啊 所以我又去演過 就是拿了一些 那個類似這種東西 然後把 她的鐵上的東西 什麼東西 偷氣膠帶 那是膠帶嗎 那個對妳來講太白了吧 你是認真的嗎 怎麼可能啦 就是這樣子然後這樣子睡覺 看一下我眼睛會變 妳把一個眼睛貼起來像神盾局長 對耶 小朋友可能會覺得 哇 對 超哇 好親近耶 漫威的人物耶 明星來了 對 但是我沒有 現在沒有再講書 不好意思 妳十年前就告訴我吧 不是 我就開始這樣子 然後用這樣子睡覺 看一下我眼睛會不會變成 稍微小一點 但是後來我發現 沒有很好用 自己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說 我發現女生啊 只要有像唇色 就會看起來比較有氣色 對 對 可是因為像很多時候 我們平常很懶得化妝 你如果上個大縫唇 其實出門也是蠻突兀的 對啊 所以我後來就發現說 有一個東西很好用就是 變色護唇膏 因為它就是不但有顏色 又不會太誇張 然後像我選這一支 就是那時候呢 我就看到那個凱特王妃結婚 然後我就覺得她那天的妝好美喔 然後我就去查她說 凱特王妃結婚的時候 的那個化妝品是什麼 然後她就是擦這一支 變色護唇膏 她只是擦護唇膏 對 她就是擦這一支 變色護唇膏 那我就趕快去專櫃買同款同色這樣子 這也是一種方法 推薦給大家 但其實維持氣色這件事情 或是你的狀態還好 其實真的不用就是這麼麻煩 因為最主要就是還是身體健康嘛 對 對 好比說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其實很多地方都可以攝取到膠原蛋白 好比說豬腳啊 可是你不能 你總不能每天都吃 不可能吃一大堆會變肥 對 你會變得很胖 對 而且這東西就是 你還是像這種就是 這種東西你可以隨時帶 隨時吃 然後分子小 你就會很好吸收 像我覺得像藝人啊 就是比較辛苦 像大家都是 像我們平常辛苦工作 這樣子很累很累 然後呢 還得要維持一個很好的狀態 對 隨時都有人要拍照 知道是真的 像我之前有一個遇到就是這樣子 我去 因為我一段時間一直在吃 我整個氣色就已經改變這樣子 然後我去上工的時候 然後化妝師看到我的時候 我坐下來這樣 然後化妝師就有點不高興 我想說 你今天是已經帶妝來了嗎 就是今天不用我化 很好成這樣 太羨慕了吧 我就說 沒有沒有我今天 我現在是素顏耶 他說那你去打雷射 我說沒有 然後後來我就推薦給大家 就是這個膠原店 我覺得他現在 我現在坐這麼近看 他皮膚真的很好 好羨慕喔 感覺滿滿膠原蛋白 這故事他講OK 楊皓如講我們就會生氣 什麼 不是 為什麼 我們要生氣萬性好不好 可以 江勳講我才會生氣的 對啊 張勳 還是要多笑可以嗎 好 沒有問題的 對 笑口常開 這樣氣色也才會好嘛 對不對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牆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哈囉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訂閱我們的二分之一牆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漏階 有趣 在阿賺 下次見 收看 吧 好 有趣 有趣 是 你們 你們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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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